你敢相信吗 高手只需要200的兵 就把这个满房14本给干翻了 大家好 我是通关时刻 这是粉丝陆寒分享的一个进攻回放 作为高手高手高高手 带300的兵打这个阵型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们这粉丝出门打鱼都是带200的 200就能把这满房14 推平啊 三颗星没问题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粉丝是怎么做到的 各位小伙伴如果觉得这个视频 很厉害的记得点个赞啊 点个赞下期会更加精彩 我们先把大本打掉 再把他援军收拾掉 啊那头石炮估计打不掉 那头石炮要他打掉 太难 哇塞 这个大本营的伤害 直接带走好几个法师 我看到四个法师直接瞬间消失 哇这四个法师 没办法 没关系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力 八条飞龙 主力八条飞龙 看一下他怎么打的 然后蛮王女王一队 还有守护者跟着飞龙 两条路嘛 哎飞盾也开始动手咯 飞盾也开始动手了 现在所有的兵全部下下去了 啊我们看一下 女王怼强要怼半天哦 哎呦就要怼半天哦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先把他头石炮打掉吧 飞盾加油 飞盾加油 把对面头石炮打掉 然后呢 哇 把对面那个单头地板搞定了 然后开个大招 哎 把对面的飞盾打掉 然后呢 继续啊 蛮王没有大招了 蛮王要是有大招就好了 没关系 蛮王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后面的女王一直在 在干嘛 没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好吧 好 就这样慢慢走 这回呢 没想到打这个满房十四门 女王还能节省一个大招 女王的大招是很重要的 这么重要的大招 今天没有用 很不尊重这个阵型 很不尊重这个满房十四 最后游戏结束 女王节省一个大招 还节省了一百单位的兵 大家有没有看到 开局我们就看到了 本来可以带三百兵的 现在两百兵就把这个满房十四给干翻了 视频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